我再講一遍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也是毛毛躁躁的 脾氣很壞 修養很差 我當然不敢講說 信真的大概都是這樣 這句話是不能講的 堪大把狼 但是我所知道的 信真的脾氣都不太好 就到這裡 因為我所認識信真的幾乎都跟我差不多 呵呵 可是 我們有個好處是什麼 我們會不斷的反省自己 因為真子給我們的教訓就是 無日三選無生 常常會反省 我怎麼會搞成這樣呢 我要怎麼去改善 這倒是我們比較 足以感覺到安慰的地方 我不斷的改 不斷的改 經常改 改到很多老同學都認為 你這個人很奇怪 怎麼變成這樣 一個人最要緊的 就是花點時間 用心來改變自己 這才是你一生要做的 不間斷的功課 我們一定要去影響別人 但是不能強制別人 所以我不用說服力 我非常反對說服力 你憑什麼去說服人家 我不主張用影響力 你憑什麼去影響人家 我喜歡用參考力 我做了 你稍微參考咧 你覺得好 那是你的事 你覺得不好意思你的事 其實跟我無關 人不要去改變別人 太霸道 人不要強烈去主張什麼 你沒有這個資格 我們該做的 我們做了 別人有眼睛他會看 他覺得這不錯 他當作參考 他做出他的一套 就夠了 這就叫叫化 這就叫叫化 就是教到對方沒有感覺到你在訓他 你影響到他沒有感覺到他好像 是你的跟班的一樣 那就不好 所以當有人說 我在向你學習的 你一定要說哪裡 你自己悟到了 你不要把功勞嫁給我 我這個 他就很輕鬆嘛 對啊 你有當時我告訴你 你有今天嗎 他算什麼呢 對不對